盘点变形金刚里那些优雅十足的战士 他们简直率到了我的心巴上 第三位横炮 他是汽车人里最丝滑的战士 因其长相酷似郭富城而常常赶到自恋 一生要强的他划船从来不用讲指后 脚下一对汉兵鞋使他能在战场上轻易穿足 明明是个热武器专家 却偏偏选择了用他那把大刀来撕碎敌人 横炮的载具形态是一辆科尔维特概念跑车 作为变形金刚历史上人气很高的角色 刚登场的他就以绝对的速度追上了正在逃亡中的边路 手起刀落间 边路那辆R8瞬间就被劈成两辆R4 看来还是奥迪品牌方给的赞助太少 完事还不忘补上一局 而到了变三时 他与老将铁皮更是形成组织 在横炮的帮助下 铁皮顺利的连斩曲轴箱和撬棍两名大将 第四位十字蟹 这位升披绿色战服头戴封镜 一对双枪嘎嘎乱杀的男人就是汽车人里的比赛战士 他是前赛博坦科学院的分析师 军械与武器专家 号称精打细算到极致的男人 在作战时除非他锁定目标 否则绝不会浪费任何一发弹 而这也使得他弹无虚伐 十字线的载具形态是一辆科尔维特黄鱼C气跑车 作为赫赫有名的毒蛇战士 十字线是汽车人里出了名的喷 当大黄蜂因为粗心被人类设下追踪气势 他会走上前去毫不留情的一顿臭骂 就连萌萌的探长都少不了被他取消 不过有时他也会踢到铁板之上 当看到身材矮小的长老时 十字线从背后偷袭准备来给一大气象 却被长老单手就掰断手指 剧烈的疼痛也让他不禁发出阵阵哀号 看来装必须谨慎